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集的老師推測 你們看到封面進來有沒有很開心 大家最喜歡看什麼 雪流成河 看小絲憑什麼 憑什麼 憑國產車 好不好 今天來到現場 真的大家引頸期盼 MG4 這一次有兩個版本 一個叫做EV旗艦版 它的定價 哇 99.9萬 百萬內的電動車 真的來了 為什麼我說真的來了 不是預購999喔 是你隨時買就是999 還有兩個版本 第二個呢 叫做Xpower版本 就是我們今天來現場這一台 它的定價是118.9萬 你覺得說 MG4賣118.9太貴了吧 可是你知道它幾匹馬力嗎 435匹 這是什麼妖魔規格 而且它的扭力是61.2公斤米 這以前在超跑上面才看得到這個 60幾公斤的扭力 現在 要你百里嗎 不用 嚇死人 EV旗艦版的續航里程呢 公佈的資料是567公里 Xpower呢 因為馬力比較大的關係 是491公里 它除了馬力比較大以外 它還是這個雙電動泳池馬達 它是屬於四輪傳動的 所以它會比較少一點 它是491公里 然後 跨湖 NEDC 好不好 欸這很重要喔 當位一定要講出來 才不會誤導消費者 不過呢 以它的這個價格 我們先不管這個里程啊 誰比較多 誰比較少 我覺得都丟到一邊無所謂了 因為以它的配備 以它的規格 我覺得 今天如果我們要站在一個 花100萬以內 跟花120萬以內的價格 來看這台車 阿呆你會不會覺得 怎麼看都覺得 還蠻不錯的 有沒有這種感覺 對啊 因為現在車都蠻貴的 對啊 就假設嘛 今天台北市信義區 有一間房子30坪對不對 只賣你1000萬 比如說嘛 你進去看它有漏水啊 馬桶破掉啊 水龍頭打開 水出來這個水壓不足啊 你會不會覺得 其實都不太有關係 我記得我很久以前就說過了 如果有一天有一台電動車 不用百萬 那就真的怎樣 一桶江湖 不是一桶江湖了 這個綠色 銀石消光率 這個是只有在Xpower這個等級裡面 可以加一萬選配 那時候我看那個上市的發表會 有一個橘色的 它叫做巴黎層 我那時候看到 我想說怎麼不是我練局 廣告 你知道我練局的 摩托車嗎 對啊摩托車廣告 那個在我們小時候很紅 我練局 我練局呢 啊不是啊 巴黎層啊 它是在EV旗艦版才可以選購的 也就是說呢 不管你買哪一個等級 都有四個顏色可以選 黑白灰之外 EV旗艦版可以選巴黎層 Xpower版你可以選銀石消光率 那我想要先講一下這個車漆啊 其實我原本看發表會的影片的時候 我以為現場看會比較質感比較差 會比較粗糙一點 那實際上我用手去感受一下 其實還蠻滑的 我覺得質感上面比在照片跟在影片當中 呈現的會在好 建議可以到現場去看這個顏色 我覺得現場的質感又更加提升 這次呢 頭燈它是採LED的頭燈 整體的角度啊 其實做的還蠻銳利的 LED光線式的一個方向燈 頭燈的線條收下來 搭配下保桿 下方保桿的這個線條 車頭有沒有看到一個X 而且有一個最屌的地方 就是這個引擎蓋的下潛 這有一種性能車的感覺 所以車頭看起來呢 整體是非常的有氣勢的 後照鏡是黑的 亮光的黑色 窗框都是這個亮面的黑色來點綴 好屋頂呢 它雖然不是全景式天窗 不過呢 它是用這個烤漆的亮黑色的屋頂 再加上這個亮面的側裙 搭配銀色的四條 整體就是這三個顏色來做一個搭配 18吋的黑銀霜色的切削 鑽石型的鋁圈 但我遠遠看我覺得好像有一點點像花瓣 它是18吋的鋁圈 Type的尺寸呢 235 45 18 我覺得這個地方有一個很特別的 你在EV旗艦版對不對 比較便宜999的 也是一樣18吋 只是我記得那個鋁圈的形式是不太一樣的 它如果今天EV旗艦版搭個17吋的 你會覺得怎樣嗎 便宜一點嗎 搭17吋好像合情合理 是不是就多賺了 一台車對不對省個一兩千 十萬台車就省多少了 我是蠻不喜歡說現在蠻多電動車都有意無意啦 想要因為這個風阻的關係嘛 想要做那種節能蓋啊什麼 所以它這個沒有任何的蓋子 它就跟一般我們汽油車的鋁圈 設計都是一樣的 非常顯眼的就是它的S-POWER的一個橘色卡鉗 馬牌座的 馬牌座會做我的運動鞋鞋底 會做輪胎跟卡鉗 然後搭配前245後240mm的一個煞車通風碟盤 不管怎樣啊 我覺得卡鉗噴的顏色就很帥了 帶一個點綴以外還有一種運動感 這一次呢我覺得有一個地方也蠻有趣的 它不管是哪一個版本 它都沒有做大面積的防刮材質 有時候講為什麼現在的CUVSUV 一定都要做很多防刮材質 好像要去宣告什麼東西 說我這是戶外型 那其實我覺得銅色是比較好看的 我自己的車 我都想要把輪弧烤成銅色了 太多的防刮材質 比例太高面積太高 我會覺得會有一點點廉價感 所以它這一次呢我覺得蠻特別 它四個輪弧都沒有做防刮材質 甚至它側邊的這個側群的部分 也都是用亮面的烤漆 而不是用塑膠原色的防刮材質直接鎖上去 它說這個叫做銀河耀黑運動套件 它這次的風阻係數是0.279CD 風阻係數好像對這個電動車相對來講是蠻重要的 我們那時候在看到這個尾翼還想說很普通 就看照片嘛 我來現場看到才發現它是整個樓空的 這個蓋子打起來有沒有 你從前面看會看到兩個兔耳朵 然後還有第二個我覺得蠻有設計感的地方 就是後燈 它後燈其實是做凸出來的 除了貫穿的尾燈以外啊 尾燈的上方 就從我們上面看下去的地方呢 它說這個是什麼 天鵝座的一個形狀 後保桿的下方一樣是用亮面的黑色的烤漆 搭配泰銀色的烤漆的飾板 整體看起來我自己覺得車頭是比車尾還要兇 既然已經來到後面 我們來看一下後車廂裡面好了 有沒有 沒有 沒有 好我們來看一下後車廂 欸比較可惜沒有電尾門 我們可以講比較可惜的是沒有電尾門 如果有電尾門的話就更好了 那你去前面看有沒有兔耳朵 你從正面看一個兔耳朵 而且蠻大的 蠻大的啊 兔耳朵這很像兔耳朵啊 今天還是要謝謝MG台灣 跟它商界這台車來 協助我們的拍攝 分享第一時間 你現在學聰明了 哈哈哈哈 這個充電 CCS1跟J1772 就是現在主流的一個充電 然後呢它後面呢 有附贈這個插頭 可以供你到戶外的時候 可以使用它的電 你把它插進去 它就變插頭出來給你 喔打車子的電轉出來 對車子的電可以轉出來 這個V2L外接供電系統 就是把車子視為一個很大的行動電源來使用 可以說是一個小型的供電站的感覺啊 整體算是平整的 以CUV來說應該算蠻夠用的啦 整體有比我想像中來大一點 椅背是六四分離的 來我打看看平整度 好平的 後面是蠻平的 它原本椅背還沒有趴下的時候 容積是363公升 加上後底板下面的空間的話是440公升 如果後座椅全部都傾倒是1165公升 椅子跟門板除了車紅線以外呢 都有這個擠皮 椅子是中央屁股跟背的地方 是擠皮的 旁邊兩側是 是合成P 車上紅色的線 我本來以為這是什麼LASA擠皮你知道嗎 就是Arcentera的 我本來想說尿一下說 這LASA擠皮 而且不是一查資料Arcentera 呵呵呵呵呵 好啦我覺得看到這個內裝啦 我第一個感覺就是啊 跟我上次在講 不知道HSZS的時候一樣 我真的覺得他們蠻清楚 消費者要的是什麼 我覺得這是一個重點 怎麼說 你看喔門打開到現在 我講幾個點就好了 第一個我剛剛講吉皮嘛 第二個配內裝嘛 車紅線嘛 雙服飾平靶方向盤嘛 黑頂棚 金屬踏板 駕駛座電動椅 副架沒有如果有更好 中控台 黑色為主 簡潔的中控台嘛 鋼琴烤器的中間 還有銀色的線條的修飾 還有夠大的自杯架 結束了我就講這幾個就好了 這應該絕大部分人喜歡的東西吧 不然觀眾朋友留言 我就這樣門打開講這個就好了 你花差不多的錢 你要給消費者覺得看起來至少有一點質感 方向盤呢 我覺得它的粗細握起來 這個粗度是我還蠻喜歡的粗度啦 不過上下平板比較習慣 因為我好像比較沒有開到上下平板的車 這個左邊呢 它是一些行車的跟車系統 ACC等的一個快控鍵 那右邊呢就是針對我們車用系統的一些快控鍵 零把的下方中間呢 有一個鋼琴烤器的一個定位環 欸定位環不是一般都做的比較多 它做在下面的定位環 我覺得它這一代還有一個蠻不錯的地方 就是它把那個棒棒改掉了 它前一代的那個ACC啊 是用那個棒子控制的嘛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在方向盤上控制 因為那個棒子要熟悉一下 那包含這邊有一個7吋的儀表顯示 跟中央10.25吋的一個多媒體的螢幕啦 這個想要閒就不知道怎麼閒 你知道嗎 這個如果大一點是更好啦 但是其實很多 目前現在很多的電動車 都是把它整合在一個比較 更大一點在這邊 所以其實差不多意思嘛 它就把它分出來了嘛 當然那個價錢是翻倍的 所以我不知道要怎麼閒啦 OK啦 如果能大一點更好 如果有抬頭顯示器更好 我會不會要求越來越多 觀眾會說你花多少錢啊 中間10.25吋這個觸碰呢 整個介面的系統跟之前我們試過的ZS HS是一樣的 就是簡單簡潔這樣 Apple CarPlay跟Android Auto 是需要接線的不是無線的 我要講如果可以無線就更好了 好那整體呢 這個觸碰都算滑順 下方還是有做一些實體按鈕 我認為實體按鈕還是要保留一些啦 因為開車還是有安全性的問題 有些按鈕更直覺的話 我覺得是更好 常用的按鈕 右邊有一個環景嘛 中間是倒車的影像 有一點點噪點 對無線充電板耶 一切一起無線充電板喔 兩個等級都有 它如果99.9萬的沒有無線充電板 合理 少一些東西OK嘛 如果它想要讓你多買118萬的 它就99萬的多拿一些東西掉 我好像大概就差10幾萬 多那麼多買118的好了 這不是慣用的伎倆嗎 全服飾的一個它想做 包含這邊有四個按鈕 P檔RND 是用旋轉的去排檔的 電子手煞車 下面有 在連接手機的USB 然後跟旁邊有一個 點驗器 A跟C都有耶 還不錯啦 沒有只做一個 它等於做三個 A啊 點驗器啊 跟C啊 它都有 我調一下我開車的距離 四項 整體的坐姿來說啦 我啦 我硬要那個的話 我覺得 方盤如果可以再低一點更好 那現在我目前我的椅子是調在最低的狀態 這是我很舒服的開車方式喔 你看我椅背算是有點躺了吧 我這樣會不會對它太嚴格 這麼後面了嗎 太後面了 太嚴格了 沒有啊 就照你平常的 好 試試看 嚴格一點吧 對不對 不然 小隻都一直講他好話那東西 要嚴格一點 後座 欸 還可以坐一下呢 還有空間 一點點啦 不到一個拳頭了 椅子下方腳也是可以進去 我已經打到最低了 但我腳還是可以稍微的 放進前座的椅子下方 兩邊都有地圖帶 而且兩邊的上方都有這個 欸這真的可以放手機嗎 可以欸 好 那後面的坐姿 欸我覺得不算直喔 你看斜斜的 一個拳頭欸 我以為壓迫感會更多 但是我目前看起來 好 坐正嗎 也還好啊 好啦 不會有那種 好像跳起來就會撞到的感覺 因為正常來講 後面如果收更低 有一些Coupé的車型 我吹這麼高的頭髮有沒有 應該已經稍微插到天花板 後面有一個 Type-A的充電孔 跟一個置物盒 就把手 把手給三個 駕駛座沒有 這樣會太奇怪嗎 這樣不是很正常 你說少一個很正常 少一個很正常 少一個很正常 看一下後面是不是打燈 不要說我們都尿別人 喔沒有 你看它的電池 就沒有坐那麼高 所以它電池比較低的話 椅子就跟一般的轎車是一樣的 欸後座沒有背駕嗎 欸沒有裝扶手喔 真的欸 所以後座沒有背駕 沒有 門板也沒有 門板也沒有 來 欸被我尿到喔 好 比較可惜的是 又來了 又可惜了 比較可惜的是後座 目前看起來沒有背駕 它雖然給你放手機的地方 但它沒有裝上扶手 門板也沒有背駕 好 反正目前看起來沒有背駕 欸後面沒有幾個 這種很聰明 很厲害 就是它都給你了 但是它抓重點 對吧 不是啦 因為預算有限 你懂我意思嗎 裝潢房子啊 假設兩層樓 三層樓 預算有限就只把一樓做漂亮就好了 剩下兩層就隨便 我啦 因為我預算有限你知道嗎 三層樓要做到三倍前 類似這種感覺啦 然後再來一個 我們看一下它的隔音的膠條 在這個門框有一個膠條 門上面呢 上方有一個雙層的膠條 這個是雙層的 好 那剩下這邊是單層 另外呢 輪弧的地方 也有做膠條 下方有做擋板 就是那個浪板 四板 側邊的四板 好啦 快快快 上路了 走 MG4 哎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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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盤不錯喔 我們門口的那個大坑 就是在試底盤 有沒有 專門是異議的 那個小陳一開過去 好 這底盤沒事 可是底盤很好 吃完了 435匹耶 61.2公斤米 這個六字頭的扭力 我怎麼覺得 是以前的那種 AMG55的那種 63的那種 才會出現的 數字耶 六字頭 還是我們那個 20公斤 16公斤的那個 可是太多了 看到這個數字的時候 有點嚇到 哎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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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欸 有門吹下去 東西都飛了耶 習慣一下 習慣一下 椅子啊 我覺得椅子蠻軟的 海綿塞的蠻薄的 隔音不錯喔 風切身 蠻少的 不行啦 我跟你講 開這個車 一不小心就被扣牌了 哈哈哈哈 你開不來了對不對 對啊 蠻爽的對不對 蠻快的 說實在 對不對 加速很快 嗯 然後它的油門喔 現在目前我們這個 應該是Normal模式 對不對 對 它動能回充我記得有 四段還是五段可以調 好 那我們把動能回充 我先開到中 剛剛我們是在牆喔 它那個動能回充的那種 所謂的充電感 擋煞的那種感覺啊 即使它開到最強 我覺得 比起我先前開過的電動車來說啊 它的那個擋煞感其實 沒那麼重 因為我剛剛以為是開Normal 現在我才把它調到中 它有強中弱跟自動調整 可以去選擇 四段 我覺得它電門啊 整體的這個踩踏感 是屬於比較 濕滑的 然後比較輕柔的 回饋感沒有做的那麼的重 是輕腳的 那這次的系統看起來就知道 跟之前我們試過的HSZS喔 是不一樣的系統 它包含了周圍的車子啊 的偵測跟表示 像右前方它偵測到是一個 貨車 左邊 左邊是一台 左邊的話小箱車 它就測出來是一個轎車的圖案 那螢幕上面我現在看到 它右下角有在秀這個充電的 趴速的Power 你的出力啊 我感覺它是出力 就是說如果我們現在 喔現在負的話就是在充啊 綠色的時候它就是在充 正號就代表我們付出的Power 看起來它的顯示應該是這樣 那目前呢 都是它自己在行駛的 我現在開自動偵測 所以電門跟煞車都是由它控制的 方向盤我也沒有控制 我來看看它的車道置中 好 OK 它這個跟車的系統我覺得算 沒有什麼太急骰的感覺 然後我覺得它的那個置中啊 比我們之前試的HSZS還要穩定 更細膩一點點 那它這個是MG Pyro 2.0的系統 它就是ACC智慧型的全速域的 主動車距巡航控制系統 更車的速度呢 最低的設定值是30公里 最高設定值可以滿足台灣的速限 110公里或以上 STOP & GO就是前車到靜止的3秒之內呢 系統會自動恢復更車 如果超過3秒你必須要踩油門 或者是按按鈕 適用於這個快速道路啊 高速公路啊等等的 我覺得開起來啊 以這個大小來說 我覺得是一個 它比較接近CUV 所以呢它其實整體開起來的感覺 很輕盈很舒服 跟開起來的操控感 跟流力的感覺 我覺得滿便捷的 開起來真的滿舒服的 這個大小 其實它也不是非常小的 因為室內空氣不是說小到很誇張 我覺得你要說它CUV又有一點太大了 比起CUV來說 它跟Focus跟Golf差不多的 差不多齁 但裡面感受起來不像啦 因為電動車少掉很多機構嘛 所以空間有釋放出來 就坐在裡面的感覺 沒有覺得這個車很小 不過這裡我是說的 MG啊它還是秉持了它一貫的一個理念 你從HS到ZS到現在的MG4 都是全車系 到目前為止它賣的所有車系 都把Level 2 列為一個標準的一個配備 那你們看那個911的那個影片 不過我覺得它那個影片是這樣子啦 我覺得主要應該 不是說誰輸誰贏 就是說你花這樣子的一個價格 對不對 買到這樣的一個Spec 竟然可以跟 欸 那個價差幾倍啊 那至少啦 我們不要說輸贏 在旁邊攝影機帶的到 已經很屌了吧 所以我覺得誰輸誰是一回事 我覺得在這個 性價比上面它只是要表達說 欸其實你換一個角度想 你花這樣的金額買到這樣一個車 可以越 越擠打怪的那種感覺 拍起來嘛 有圖有真相嘛 不是說兩台車擺在一起說覺得不輸 這樣就是不輸了嘛 蛤 你怎麼會意思 不過那個也 你除了這個馬力啊 不相上下跟豪車 可以做一個比拼以外啊 對不對 當然在這個稅金上面 還有你所付出的電耗油耗成本上面 保養的成本上面 其實還差很多喔 不是只有加速跟車價而已喔 來我先撕一下底板 我剛好有這個三路 試一下底板 它這個是AWD 智能四驅系統 它會去幫我們調配馬達的速差 而且再加上說 唉唷 好快 這馬力太大 隨便一吹就啞啞叫了 它底盤前面是賣花城的設計 後面是這個五連桿 然後是鋁合金跟鋼的一個複合材質 包括底盤的這個電池的保護的護蓋板 都是強化的鋁合金鋼板 哇這個彎中的再加速 我剛剛在彎中油門補下去 再打滑耶 它那個打滑不是我側面的那個 橫向的那種打滑 是往前加速的那個打滑 我們一般的打滑是側向的嘛 摩擦力是側向距離嘛 它的加速力比側向的距離還要強 而且加上它這個電池的重量在下方 然後還有它的那個 電池是採用橫放 臥室的 臥室不是房間 採用橫放啦 我們來講應該是橫放的這種方式 所以造成說可以讓它車身的重心來得更低 整個在彎中的這個穩定性也很好 我們剛剛講它那個動能回充啊 其實它算是有五段 除了弱 中 強 還有自動調整以外 對不對我們剛剛以為這樣四段 其實它有一個單踏板駕駛模式全開 所以它這樣應該是五段 那駕駛模式呢 也有五段 Snow Eco Normal Sport Custom 自訂嘛 自訂意義嘛 它這真的就是完完全全的單踏板 如果開了以後就真的是單踏板 它的那個動能回充是最強的 就是整個就是會卡卡的 有一種擋煞感 喔對 我有去查啦 因為大家最怕的就是電池 你知道嗎 有時候會很怕那個啊 修開 電動車啊 然後我去查就是說 因為我們剛剛有講到說 它的這一次的電池啊 用的是橫放躺式的電池 它除了說可以節省這個電池的厚度以外啊 然後第二個它可以降低重心 前後的配重是50比50 就是跟這個電池擺放的這個方式也是有關係的 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如果當電池你用躺式的擺放的時候啊 可以減少這個 當其中某一個電池啊 某部分電池燃燒的時候 所產生的一個骨牌效應 就是你如果都小駕駛 它的接觸面積比較大 它會連續整個都燒起來 然後另外呢 它裡面呢 會有一個自動的卸壓法 來進行卸壓降溫 如果它偵測到熱失控的時候呢 它就會開啟這個卸壓法 來降低這個熱失控的一個產生 它這個就統稱為一個叫做 BMS的電池管理系統 就24小時做監控啦 我覺得電動車應該現在都有做這些防護吧 有人沒做嗎 有那麼大膽嗎 應該沒有吧 好應該都要做一些監控跟防護啦 這又是接下來的一個課題 大概雨越下越大了 我們測一下四輪傳動的那個對不對 抓地滴就對了 但我認真講我覺得這樣搭配還蠻舒服的 我開起來的感覺 好啦我跟你講啦 你如果要裝B一點的講法對不對 這435匹的馬力 60幾公斤的扭力對不對 我覺得啦 硬要尿的話啦 那個底盤跟不上 一定要這樣講對不對 435匹要怎麼跟我就問 呵呵呵呵呵呵 那個油門踩下去那個扭力很可怕 你傳動軸不夠強就扭斷了 假設以汽油車來講 所以我是覺得 你真的要硬尿 我覺得就是這樣講啦 就是它400多匹 我啦感覺山路在開起來 雖然遊刃有餘 但是啊 如果底盤能夠再怎麼樣 再這個強化一些啊 回去相信對於喜歡當馬路小英雄的觀眾朋友 回去針對底盤再做一些加強的話會更好 呵呵我是覺得不用 我用不到 呵呵呵呵呵 因為我最近我跟你講 我最近都在開電動車 我已經好久的時間了 應該開電動車開了 就換款而已你知道嗎 我應該開了兩三個月有了 體驗電動車生活 我是覺得真的夠用啦 它還有彈射起附的功能 Support 煞車跟電門一起踩 然後蓄力到66%的時候 放開煞車就衝出去 那今天我們本來要試 但是因為我們找不到封閉的道路跟這個下雨天 有下次有機會再試 但我是覺得就算我買這台車我可能也不會用 不過剛剛稍微試一下 智慧型的AWE四輪傳動 它針對前後輪的輸出的比例 在過彎的時候我可以更早的全油門出彎 但是表情油門會打滑 真的會打滑 那的確可以感受到它的暴力 還有它行駛上的順暢 那在平地上面呢 我即使沒有在很快速的開車 緊急的在超車的狀況之下 其實我覺得它是一台開起來很輕鬆舒服的車子 不錯耶 沒有 沒有什麼 沒有虛位 對 這種速度應該比較不會有虛位了 我現在已經越來越習慣電動車生活了 對 它的0到100 以我們今天的X-Power來說是3秒半 EV旗艦本來是7秒9 像電動車 加速度那個是有安住 加速度快 喔對 它這個模組是這個純電的模組平台 它不是說今天去拿MGZS來上面裝電池裝馬達 就跟你講是電動車 你知道意思嗎 真的啊 所以它這個就是真的就是純電的平台 它設計是純電的平台 另外一個我剛剛講說它裡面的 我覺得它的空間其實比我想像的大 因為我們本來想說它是一個CUV 可是事實上它的軸距比起很多同期的CUV來講 其實是最大的 它有2705 超過2.7米的軸距 所以它軸距其實拉得很長 一般都大概2.5米、2.6米而已 這也是電動車的優勢 因為它真的東西少很多 所以它可以把軸距拉長 然後還有最近很多人在講的那個稅金 馬力稅是不是 我還說酸民我都知道啊 到時候開這馬力稅的時候痛死你 1.5米 然後我們未看先猜 還是我講完它們都不敢留了 不是啊你要換一個角度想 你在汽油車你要買到這樣的馬力稅 你覺得那個稅金會挺上的感覺 你汽油車要買到435匹啦 你不要跟我講你可以買1500的 也有400多匹 也不可能啊 所以其實這是一個啦 我覺得它這樣的馬力換稅 我記得它如果以這個400多匹的馬力 如果到時候要課稅 應該是一年4萬多塊 然後如果是EV旗艦版應該是1萬多塊 我記得 EV旗艦版應該是1萬多塊 所以你如果今天要用到這樣的馬力稅 其實真的要課稅的時候 你換成汽油車 其實你也 我覺得你加上油錢你也佔不到便宜的 佔便宜不到哪裡去啦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反正現在還沒課嘛 那先買先爽 就跟我一樣 跟很多人一樣 越來越多人大家都先開先爽 所以我覺得啊 那我這幾個月啊 都連續開了好幾款不同的電動車 感受下來 我真的覺得電動車 養護成本是真的是蠻低的啦 我自己的感受是這樣子 欸我都沒有想過 到底要不要保養這件事情 說實在的 我完全都沒有想到 你如果開汽油車你就想 欸我什麼時候要保養 你就去思考這個問題嘛 我是不是該保養了等等的 好再來一個就是我最重視的 後續的什麼 服務嘛 後勤嘛 對不對 我每次 我每次試MG都要講到後勤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它相對 對MG台灣 相對它是比較新 在台灣是一個比較新的品牌 所以當然這個部分 我是必須要提出我自己的感覺啦 因為我真的 我們自己做生意 我們很重視這個後勤的部分 那我有去查啦 它現在一直有在增加 這個展示廠跟維修廠 展示中心跟服務廠 那2024的年底啊 預計會有32間的服務廠 有興趣的觀眾朋友 你們可以自己去預約賞車試車 看跟小吃的感受一不一樣 好最主要是謝謝MG台灣 最快的時間借給我們這台車子 來做測試跟拍攝 我們的觀眾朋友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也記得幫我們訂閱 留言分享開啟小鈴鐺 之後我們再安排更多的新車之下 跟大家分享 下次見 掰掰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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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 按讚